在此对各国参议的嘉宾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我们不具有、不认同、不接受国家壁坝的逻辑 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 中国永不称霸、永不扩张 永不募求势力范围 安全合作指引了方向 更不应被怀疑 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性质 国家部分大小强弱贫富 都是社会的平等成员 都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插手地区事务 干涉他国的内政 煽动颜色的革命 甚至颠覆别国合法的政权 是造成地区战烂动荡的真正乱言 是联合国安理会 一 传国护航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